一款从中国进口的蜜枣被验出未经申报的过敏原含量超标 被新加坡食品局下令召回 召回工作正在进行中 新加坡食品局表示 检测发现有关蜜枣中含有超量的二氧化硫 而且在包装上没有标明含这种过敏原 当局已要求制造商七北合计食品制造私人有限公司 召回受影响产品 另外食品局指出 对亚硝酸盐严重过敏的人 如果摄取过多可能引发过敏反应 可能出现寻麻疹 搔痒 胃痛 腹泻和呕吐等症状 当局也提醒已购买受影响产品的消费者不要食用 如身体感到不适应立即就医